有一個人在森林 我不知道什麼要做 他破壞了你的食物和洗澡 有一個人在森林 我不知道什麼要做 他把我媽拿走 我害怕他也會帶我 8月19號是世界星星日 綠色和平組織特別製作動畫 喚醒世人對星星的重視 在印尼半個世紀以來 五成以上的熱帶雨林被砍伐殆盡 只為了種植高經濟作物 星星的生存空間不斷被壓縮 其中印尼婆羅州星星 與人類有96.4%的共同DNA 不過近年來 隨著全世界人口爆炸性成長 婆羅州星星的數量銳減 短短20年間就少了15萬隻 強佔信心七席地的以生產只將用的木材和棕櫚樹為主 每公頃的棕櫚樹所生產的油量是其他植物有的十倍 因此價格低廉 大量被用在各種食物或家用品中 超市裡一半以上的產品都含有棕櫚油 綠色和平組織呼籲選擇購買不含棕櫚油的商品 從改變購物習慣開始 還給星星一個家 大安新聞 黃靜廷